大家好,我是小胡子 昨天一共收到了后台19位粉丝发的实信 其中一位说 预算8万块钱买车 他开了这个别克的英朗 还有日产的奇达 开完之后并表示差距非常大 太垃圾了 那么这辆款车如果让老铁们去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辆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调论 欢迎大家走发评论点赞 那么就他说的这辆车 我们就比较一下 看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哪个自动用有 能差多少像他说的那样 很垃圾 说到两台车的好有坏 就是对两台车一个驾驶感受 一个评断其实 那么我们就说驾驶感受 发动机变速箱 说驾驶感受就得说发动机变速箱 必须得说 先说一下这个日产奇达 首先你8万块钱 你买不到这个日产奇达 最低配也得8万5 而且8万5那款还是个手动挡 如果说你买自动挡 得花9万5到10万 这是其一 那么售价是8万5到12万之间 搭载的是1.6升的 自然吸气 动转电盆的一个发动机 匹配一个CVT变速箱 扭矩是155 马力122 这个扭矩马力 拉动这个车 还是错中有移的 毕竟是个两箱车 是吧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CVT变速箱 所以说动力上的开头 是比较佛系的 你也不要认为是1.6升 我开的多么 价值累许多么好 不可能 CVT变速箱 就是那种佛系的这种 开发 就是那种佛系的 那么轴距达到了2700毫米 轴距还是很长的 综合油耗 也就是7个油 也就是7个油 官方给出5个到6港 实际区开得7个油 那么前麦佛逊独立熊挂 后面是纽力良 非独立熊挂 再说一下这个别克英朗 要比这个奇达要便宜一点 便宜个1万到2万 8万块钱 就可以拥有自动挡了 他没有手动挡 8万到10万这个价位 1.5升 多转电盆战系发动机 8万块钱就可以买 就可以买这个自动挡 他没有什么挡 挺好 不错的 性价比很高 因为呀 别克嘛 始终优惠力度 每一台车都是优惠力度很大 日系车呢 它几乎是没有什么优惠力度的 所有车型都是油也不多 说南天甲就是能装 就是这样 那卖的好 我就不将价呗 是不是 匹配一个6AT变种价 这6AT要比这个CVT 公众原理要稍微好一点 开始价子6区提速 应该就更加好一点 那他俩这个变种价比起来呢 其实质量 那有度上都差不多了 其实啊 综合油耗 油朗要比这个 其达稍稍高一点点啊 也就是8个油 但是这个价油价啊 这个这个油耗 都是我们能接受的 范围之内差不多 轴距是2640毫米的轴距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前面是独立行光 后面也是独立行光 而这个其达呢 前面是独立行光 后面是不是独立行光 是非独立行光 说完了发动机变入行 我们再说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到底能差多少 像不像他做的那么垃圾 日常的七达呢 看起来是比较 所谓的偏向于家用啊 就是家用 这两个台车其实都是家用 这两台车啊 可以说 质量上耐性度呢 都可以啊 已经好几代了 并且四场口碑都不错的 就看看你喜欢哪个外观了 那是 如果是两项七达女 开那更合适一点 年轻车开也合适 那么呢 英朗呢 更适合于中年人去开 啊 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两台车的驾驶感受呢 都可以 其他呢 属于不紧不慢的啊 你想超过车了 造机 想这个提个数了 那他做不到啊 慢慢有一次加数 但是说正常去开一个车 不是 他能卖到哪里行 出租车能快到哪里去啊 是不是 这一个道理其实正能家用啊 都是公用 咱不能说是提驾驶感受 我两台车 就看你喜欢哪个 呃 英朗呢 开起来 底盘的扎实感呢 要比这个七达版的好一点 隔音呢 做的也比七达版的好一点 如果是经常跑高速的话呢 你就选择英朗啊 如果是家用呢 这两台车都可以啊 都可以 油耗呢 英朗稍稍高一些 舒适度上呢 可以说英朗的好一些吧 走烂路的时候舒适的好 因为他毕竟后面是独立情况 底盘的扎实感啊 这个要比这个七达要好一些 那么省油方面呢 还是七达稍微省暖油 两台车和质量呢 都可以 其实分不出了太大的区别啊 都可以 如果说这个价位 让老铁们去选这个 英朗和七达 你会选择哪一辆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欢迎大家准备评论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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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